教会孩子一生快乐的秘诀 沙拉三部曲第二部 沙拉和赛斯奇遇记 第十二章 沙拉坐在那棵鞦韆树高处的一根舒适的树枝上 刚才她顺着梯子一直爬到顶端 然后再往上爬了约十英尺 来到树上一根宽大舒适的树叉上 那根树叉大的足够他们两个坐在上面 这是一棵令人不可思议的树 沙拉一边想着 一边静静地坐着等赛斯 她今天的最后一节课是木工制作 我打赌那是她擅长的科目 她现在可能正在帮老师清理教室呢 沙拉一边想一边看着表 她太出色了 大家都需要她 沙拉背靠着树坐着 想象该如何对赛斯讲述她那个令人惊奇的故事 她知道她真的很想听她讲这个故事 但同时她又有一种要很冒风险的强烈感觉 他们已经成为非常好的朋友 实际上她差不多可以说是沙拉最好的朋友 她当然不愿意把她吓跑 只得现在她还不能确定她对她的故事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一阵风掠过树林 吹得树叶和小树枝摆动起来 落下大量的尘土和树叶 你也是一位老师 沙拉想起所罗门那铿锵有力的话语 到时机成熟的时候你就会知道的 我认为现在时机成熟了 沙拉想 但是怎么才能够确定这一点呢 当有人问起你的时候 那时机就成熟了 沙拉记起了所罗门的建议 对 赛斯的确是问了 沙拉想 我想现在告诉她正是时候 沙拉听到下面小路上沙沙作响 她站起来紧紧抓住那根大树枝 尽量探出身去看看是谁来了 赛斯一阵风似的从灌木丛里跑过来 气喘吁吁地喊道 嘿 抱歉 我来晚了 她上气不接下气 嘿 抱歉 我来晚了 她上气不接下气 沙拉知道她是一路跑着来的 她爬上树 在身上树屋平台的那根大树枝上 停了下来 是我上去还是你下来 上这儿来吧 这儿可棒了 地方大着呢 沙拉回答道 她喜欢坐在大树深处 不受任何干扰的那种极其美好的感觉 赛斯爬了上去 靠在沙拉正对面的一个大V字形树叉上 好了 赛斯开门见山地说 现在讲给我听吧 好的 但要记住 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 沙拉 别担心 无论如何 我都只会和你一个人说这件事 沙拉深深地吸了口气 想着该从哪儿讲起 要讲的东西太多了 一时间她真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好 赛斯 那我们就开始吧 不过 我要警告你 这故事听起来可有些怪异哦 沙拉 赛斯有点不耐烦地说 我不会觉得怪异的 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这样的 有一天 我正从学校走回家 我弟弟贾森跑着追上我 我可从未见过他那么激动 他吵着对我说 在萨克小路上有一只巨大的猫头鹰 他刚刚去看到的 他看起来非常紧张 让人害怕 他差不多是把我拖到萨克小路上去的 我喜欢猫头鹰 赛斯插了句嘴 鼓励沙拉继续讲下去 好的 那天 那儿的积雪很深 天气也非常寒冷 我们找了很久 却没看见任何一只猫头鹰 我告诉贾森 一切都是他胡编的 并且我压根都不在意那只愚蠢的鸟 但是第二天 在学校里 我却忍不住 总要去想这只猫头鹰 我也搞不清自己 为什么会对他有那么大的兴趣 整个事情 让我觉得十分怪异 不管怎么说 放学后 我又一个人回到灌木丛去找那只猫头鹰 但还是没有找到 天黑 天开始黑了 我觉得自己太蠢了 随后 我打算走捷径 踩着冰面过河 但是脚下的冰坍塌了 我摔倒在冰面上 我当时想 自己肯定会掉下去淹死的 接着 我听到有声音从树上传过来 那声音说 难道你不记得自己是淹不死的吗 然后那声音接着说 冰面能承受得住你 爬过去 最初 我感到自己很蠢 因为我本应知道 不该到这样的冰上来 接着 我又觉得生气 不管是谁 在和我讲话 他却不肯出来帮我一把 随后 那句话又让我感到震惊 他怎么知道 我不会淹死 这件事 我甚至连鬼都没告诉过 接着 我看见了他 谁 索罗门 这只巨大的 漂亮的 会魔法的猫头鹰 它从树上飞起 绕着牧场优雅的盘旋 我能清楚地看见它 随后 它飞走了 那一刻 我明白 我找到索罗门了 现在我知道了 为什么你那么确定 自己不会被淹死 天啊 莎拉 这真不可思议 塞斯说 不过是好的不可思议 他急忙又补充道 莎拉坐了下来 深深地喘了一口气 他看着塞斯 他想把有关索罗门的一切 都告诉他 他们是如何见面的 他曾经交给他的一切 贾森和比利是怎样 开枪打死他的 以及尽管他被打死了 却还能和莎拉继续交谈 你后来有没有再见到过他 塞斯问道 见过 我见过他好多次 可是后来 后来怎么了 塞斯对这个奇异的故事太感兴趣了 而莎拉恰恰在这个时候 不愿意多讲了 我以后再讲给你听吧 塞斯很失望 他知道 莎拉还有很多故事要讲 他能感觉得出来 但他也明白 这些对莎拉来讲 是个敏感的话题 他不想去勉强它 好吧 我告诉过你 我一次讲一点 那就明天见 好的 明天见 你不想临走前再当一次秋千 我想我今天已经很尽兴了 塞斯调侃着说 是的 我也很尽兴 莎拉说 明天见 是的 是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